新冠肺炎变种病毒Omicron确诊者 从桃园扩散到双北 日前在三重已经永和 都有确诊者的足迹传出 让新北的疫情也紧张起来 而去年市府推动的频林计划 由公所结合卫生所和警分局 一起疫调匡列防堵病毒 收到很好的效果 永和分局陈保安分局长就表示 近期出了做好个人防护 如果遇到警方进行疫调工作 也请大家配合一起对抗病毒 第一点 在活动中全程戴口罩 落实实名制 量体温 酒精干洗手 环境清洁消毒等防疫作为 第二点 尽量减少出席人多拥挤 不容易防疫的场所 第三点 本分局执行市政府的防疫政策 配合永和区公所执行相关的措施 如果造成大家不变的地方 请多多抛完配合 去年五月爆发的疫情 在市府和地方各单位的通力合作下 顺利压制下来 成分局长也期许民众 今年能够继续配合各项防疫工作 守护社区健康 记者赵轩 詹怡勋 永和采访报导